保安局因應沙頭角個人油需求 今年7月起增加個人油禁區許可證配額至每日2300個 但申請數量沒有明顯增長 業界等待當局下一階段開放中英街吸引更多遊客 高信情他看過 沿著沙頭角海濱一路走 來到全長達280米的沙頭角碼頭 這裏是全香港最長的公眾碼頭 盡頭是天籃海角和T3燈塔 沙頭角最東面就有黑著日出沙頭 月圓海角的石碑 相傳沙頭角的名字就是這樣來 這個是中英街花園火車頭的模型 和牆身是1比1 還原回舊時沙頭角火車站的情景 不少遊客在這裡拍照打卡留念 這些都是旅法局為旅客推薦 不容錯過的十大景點 但沙頭角區鄉市委員會主席 李冠雄就認為 這些景點長遠難以吸引旅客持續到訪 遊客進來可能是十大景點 他走完一個小時內 走完拍照 他吃東西就留下吃東西 如果他不吃東西的話 或者不選擇去外島的話 其實他可以走了 我可以回去 對於我們這裡的本土的經濟 不是帶來很大的特應 根據警務處數字 7至8月一共簽發了 9,564張個人遊禁區證 就是平均每天只有大約154個 只是佔2,300個配額的15分之一 你一天就算放一萬個額 你的警察 你做禁區子 又要三天時間 又不是馬上來馬上做 等你三天辦那張證 等得來我去別處玩 哪有這麼麻煩的 你的政策也配合不到你的效果 有旅遊業界代表說 旅客不再滿足於舊物享樂的行程 反而追求更深度的體驗 當局需要發掘沙頭各其他潛力 等保安局開放到下一個階段的中英街 我想那個號召力 或者那個轟動的程度 我想會高很多 在到時再做一些宣傳 我和深圳現田政府攜手 去再做一個中英街的宣傳 我想到時會更加合乎效益 崔定邦認為 即使未來開放中英街 可以全面免簽進出的可能性都較低 否則會失去分隔兩地的原油功能 廣播新聞網記者高信情報導 到 到